桌面上最后就留下了一本食谱 可是打开之后什么字都没有 难不成是无字天书吗 咦 这道题目就出来了 一到1999的自然数当中 有多少个与5678相加的时候 会至少发生一次敬畏 不用我再来解释什么叫敬畏了吧 我们开个玩笑 咱们朋友肯定都知道的 好了 那接下来的任务还是一样的 首先火眼金金 那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不要与5678相加 至少发生一次敬畏 你听这个字 至少发生就意味着会不会只能是一次 可能是 不一定吧 那也还有可能会是两次 三次 当然还有可能也许会是四次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跟5678相加 那哪个位置可以发生敬畏呢 都可能吧 应该千位不可能吧 对 千位不可能 因为千位最多是一嘛 但是后面的百位十位各位 都有可能 哪个位置敬畏 敬几次位 不知道 太麻烦了 这一想起来说就太麻烦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直接来思考 跟5678相加发生敬畏 你是不是会觉得太复杂了 那既然考虑敬畏太复杂 那肯定就会想到什么 那跟敬畏对的当然就是不敬畏了吧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来考虑敬畏的话 你就是想敬几次位 哪个位置来敬 对不对 很复杂 所以咱们立马想到它的另外一个反面的情况 那就是 与5678相加 不敬畏 不敬畏的话 那这是不是就一种情况 就各十百千都不能敬畏吧 对 那这立刻 是不是就变得好多了吧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讨论一下 与5678相加 不敬畏的是脑切算数的呢 那接下来同学们 我们再来想 一到一千九百九九 这里面有些数 像一二三四 这都是几位的 一位 一位的 还有十二八三 两位 三位 四位 呦 是不是有四种不同的情况 那如果你就一位数 是不是肯定只跟各位加 如果你是两位数 是不是各位十位都要加 那位数不一样 加的位置是不是也不同 对 那我们肯定怎么样 讨论一下 分开来看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 与5678相加不敬畏 如果就是一位数的话 大家想一想 一到九 只有谁跟我们的各位八相加不敬畏 一 只有一吧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如果是两位数的话 那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十位 各位相加都不能敬畏 那跟十位相加 跟七相加不敬畏的 只能有谁 一 二 二 三不行 我怎么觉得还应该有零呢 十位不能为零 很好 十位不能为零 是不是两种选择了 那各位呢 跟八相加不敬畏的 零 一 没了吧 对不对 所以二乘二应该有四个 那同理 三位数的 是不是就是 六七八相加不敬畏 那跟六相加不敬畏的 有 一二三 三种 当然不能考虑零 但是到十位 各位数就可以了 所以在七这里 十位的话可以是零 一二 对吧 又是三种 到八这还是两种 那现在再来个四位数的 就搞定了吧 对不对 好了 那这要提出就很容易了 那接下来看一下简单的解析过程 一位数一个 两位数二乘二四个 三位数三乘三乘二 有十八个 四位数的时候 千位就是一这一种选择 百位是零一二三 四种 然后三种两种二四个 那最后加在一起 一共有四十七个 可是不要被他冲昏了头脑啊 这是不敬畏 我们问的是什么 敬畏 那一到一千九百九九 一共有多少个自然数 一千九百九十九 所以减去四十七 那发生敬畏的至少就会有 至少一次敬畏的 就是一千九百五十二个 好了 同学们 这要提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这要提就告诉我们一招 那就是当我们正面很困难的时候 咱们就从反面进攻 背后突起一下 要造内容 给你们俩 绁限 可以 什么 币 供